香港怎樣能夠用自己的長處 來投入國家所需 這就是我們未來要對 即是要面對 我們香港其實是得天獨厚的 剛剛在南大門 能夠搭上這趟快車 我經常說我們真的不要錯過機會 根據2021年第7次全國人口普查公佈 全國擁有大學文化程度人口接近2.2億人 與2010年第6次普查相比 大學文化程度人口有超過70%的增長 教育輕則國家輕 教育強則國家強 高等教育普及出現重大飛躍 源於國家將教育放在優先發展戰略地位 而無論幼兒或中小學教育 都朝著規範化、專業化發展 除了國家的投放 香港同胞及外國工會 為祖國教育發展都獻出了不少愛心及力量 希望工程就是最好的證明 當時改革開放 我們國家的經濟是很困難的 改革開放當然吸引了很多海外投資者 包括香港回到國內投資 但當時大家的焦點都是集中 就是投資在經濟方面 特別在一些偏遠的農村山區 有很多小學生都沒有書讀 當時農村最重要是吃飯 和生活過得好 教育擺在其次 所以為何說 很多農村落後的地方 農忙的時候 沒有反駁我 放手下田 這就是現實的狀況 加上那時有些封建思想 特別是女生覺得 女子無才便是得 有書讀當然是給男生讀書 女生有多餘才給你讀 當時應該全國清聯 當時的主席就是劉彥東 劉彥東 他向全國呼籲 要幫助小孩子重返校園 要有書讀 所以他這個呼籲發出之後 當時我又是全國清聯委員 我覺得在香港應該可以盡力 於是將這個想法 帶回工聯會 當時工聯會 跟教聯會一起合作 在香港發起希望工程 重返校園助學計劃 希望工程在全國推行之初 有一雙大眼睛令人一見難忘 1991年 安徽七歲女和蘇明娟 在破舊校社被拍下照片 一雙大眼睛展現出對知識的渴求 打動了萬千港人 捐款支持希望工程 同時工聯會 持續籌辦不同活動 為希望工程帶來何般的善款 當時我還記得發動我們的會員 還有在街頭 募捐 應該記得是60元一年 就可以幫助一個小孩 即是重返校園 當時的募捐是相當踴躍的 又是街頭籌款 亦有一個過程 亦有搞過一些活動 包括搞粵劇籌款 所以我們找了汪明泉 羅家英幫忙推動演出籌款 亦搞過陶瓷展覽 陶瓷展覽 1995年我記得 陶瓷展覽 中國青少年基金會 在國內找了一批 陶瓷的名家 很有名的 做了一批陶瓷 被人認捐 當時都很震撼 一些小孩隨著陶瓷 一起來香港 當時沒有什麼很有錢的大媽傻的募捐 多數都是我們香港的民眾 百姓會員 一元元去捐 集疫成球 我記得很短的時間 已經可以捐到差不多一千萬 截至2019年9月 全國希望工程累計 接受蟬款超過150億元人民幣 資助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 接近600萬名 援建希望小學超過2萬間 而在眾多工聯會屬會會員支持下 以工會力量籌建的希望小學 亦都一間接一間地建成 有36間 分佈在很多偏遠的地方 我有些工會 建了之後都會做團 作為一個旅行教育 組團去訪問那間學校 又帶一些文具、書寶去 有些青年組織一些青年人 在暑假進行異教 我曾經去過青海、貴州去看那些希望小學 有一個我記得是去走一個泥沼路 走過幾小時進去 沒有車進去 走進去那間學校 一插進去那隻腳 插進去那些泥沼裡 就拉出來 那隻鞋也拉不到 只有一隻腳 滿身泥瓣走進去 即是路也沒有一條 所以在這個過程裏面 對我來說都是一個很大的教育 2019年是希望工程實施30周年 國家主席習近平當時指出 希望工程架起了愛心輔助 和傳遞的橋樑 在助力脫貧攻堅 促進教育發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隨著國家的發展 我們教育的投放 比以前 因為經濟實力高了 所以在國家的教育的投放 比以前真的大了很多 而培育出一批一批的人才 大家看到 要不是我們的科技 文化都會飛躍發展 投入相當是很大的改變 這幾十年的希望工程 已經我覺得是 完成了我們一段歷史任務 從來在歷史上 我們和內地的關係都非常緊密 你看看當我們有困難的時候 內地又會有支援給我們 起碼那個時候又說 我們沒有水飲製水 四天離水一次四個小時 內地就收了一條 將東江水引到香港 複食品的供應 一天三趟快車 不圓圓不絕 供應香港的複食品 六川大火 當時香港很貧窮 住在木屋區 我們工會當時組織去派米 米就是內地捐過來 整個球場擺滿都是米 就是我們組織的工作人員去登記 派米 互相之間經常是這樣 會有困難互相幫助 很多科技發展和教育 我們其實要融合 例如大灣區 我們現在要鼓勵一些年輕人 都要放開我們的心懷和眼界 要看到現在內地的發展一天千里 我們自己香港要謀求我們的事業發展 都需要走得更加遠 那你香港怎樣能夠用自己的長處 來投入國家所需呢 這就是我們未來要面對的 但如果我們後面沒有這麼強大的國家支持的話 香港你到處找甚麼人 你多靠外國支持你 外國自己都搞不定 我們香港其實是得天獨厚的 剛剛在南大門 能夠搭上這趟快車 我經常說 我們真的不要錯過機會 祖國、香港和發展共進步 這份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關係 賦予了我們身為中國人的一份光榮使命 奏氣為人民幸福奉獻青春熱情 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奮鬥到底